飛機的憂鬱直接被射斷 直接導致飛機被燒成火球 直接翻了180度 消防員在1分鐘內抵達現場 2分鐘內控制火勢 5分鐘內撲滅 全機315人 警方遇難 當時華航正經歷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飛安危機 從1993年的華航605事件 雖然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但是原因是機師判斷跟操作失誤 當時也是颱風天 飛機飛過了大半條跑道才降落 最後因為一系列失誤而導致飛機衝出跑道 隨後是1994年的明古屋空難 造成264人遇難 也是華航訓練問題和機師操作失誤 有詳細做一支影片可以去看看 再來就是1998年的大圓空難 在落地前墜毀 全機遇難 在短短的5年內發生了3起事故 其中2起還相當嚴重 而大眾普遍認為 原因跟華航招募軍轉名機師 並沒有做充足訓練就讓剛退役的機師上陣 才會導致5年內發生3起事故 華航為了擺脫如此糟糕的飛安紀錄 於是開始招募從民間培訓的機師 以及開出比本地高5倍的薪資 去招募外籍機師 像這般航班的機長就是其中之一 在開始事故還原前 我們必須先講講這起事故的主角 赤辣角機場 這座機場於1998年開幕 取代了坐落於市區的舊機場 總共有兩條跑道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機場的選址方面 由於旁邊就是大雨山的關係 流津這邊的風會變得很亂 興建之前就有很多人反對 比較折衷的方案就是 加裝完備的天氣監控系統 當時赤辣角機場是除了 美國內的30幾座機場以外 唯一一座有多普勒雷達的機場 能達到每10秒就更新一次風向風速消息 當天青台山姆距離機場以東北50公里 被香港視為8號風球 當時民航處規定 除非9號或以上風球 才會關閉機場 但如果飛機已經飛往機場的途中 民航處則會把降落的決定權交給機師 看是要降落或者轉降之類的 在曼谷停靠時 機場決定將油量加到足夠直接飛回台北 這樣如果在香港的天氣不樂觀 還能直接飛回台北不需要再轉降 但是這麼做也造成 要降落香港時 飛機的重量會接近最大著陸重量 更細節的說就是最大著陸重量的99.897% 當地時間下午6點14分 飛機被給予下降許可 ATES提供的簡報顯示 機場的風向在321 30節 最高45節 大雨 風切和亂流警告 他們預計要降落25右跑道 這會給他們帶來26節的測風 已經超過華航規定的 在施華跑道著陸時 測風不超過24節 但是機場密切的監控台風的走向後 認為隨著台風往西北飄 接下來的逆風應該會比較大 比較不會再有測風的問題 所以決定繼續下降 果不其然下午6點15分 ATES刷新 雖然風速增加到35節 但風向改變到3洞洞 已經比較接近逆風的狀態 儘管如此 他們還是必須面對非常嚴峻的風切便於亂流 下午6點17分 飛機開始下降 當機場在執行降落簡報時 他們有提及到說 如果等一下著陸階段不穩定 或風切便等情況 該怎麼重飛 重飛的程序等等 而另一個值得注意的點是 機組以為他們要降落的跑道是25右跑道 但事實上25右跑道已經因為天氣等因素關閉 這點ATES是有爆的 實際上只有25左跑道能夠降落 下午6點36分 航管指引飛機要飛到25左跑道 並截取盲將系統的信號 這個時候機組才得知 原來要降落的跑道是25左跑道 於是他們很快的重新撿爆了降落 下午6點38分 飛機距離跑到14海里 下午6點41分 塔台告知飛機著陸點的能見度大約在1600公尺 而這個時候風向也有所改變 從原本的三洞洞又轉變成三兩洞 這意味著機組會接收更多的側風 風速25階 依舊高於華航規定的24階 飛機持續透過盲將系統 以自動駕駛進進 在下降到700英尺時 機組目視了跑道 隨後機長斷開了自動駕駛 但持續讓自動油門去控制速度 你可能會問 為什麼要斷開自動駕駛 讓他持續以ILS做完全盲將不就可以了 但如果機組長久以來都這麼做 那是不是就缺少暴風雨下手動降落的經驗 下次如果盲將系統故障或不可用該怎麼辦 當然如果機組認為這個天氣 他們不能HANDLE 確實也是會透過自動駕駛降落 這就看機組當時怎麼判斷了 總之機長現在已手動操控飛機 機長持續在有側風的環境下對陣跑道中線 然而 飛機的高度卻開始低於下滑道 在離地大約250英尺的時候 副駕駛注意到飛機的速度突然下降 並喊出speed 接著機組把油門往前推 速度來到了175階 但是這高於飛機的降落速度 於是系統又把油門往回拉 這高高低低的速度在這種暴風雨天氣下 其實很常見 很有可能因為一個逆風速度突然遞減 一個尾風速度突然增加等等 接著 飛機下降到距離地面50英尺 系統把油門收回到慢車 準備降落 飛機的速度降了下來 但也因為降速導致飛機的下降率開始激增 達到750英尺每分鐘到800英尺每分鐘 這個時候機長原本要做一個代飄 但高度過低 - 下午6點43分 飛機以稍微向右傾斜的姿態 右主輪先著地 隨後是右側發動機 但由於下降率太高 右主輪承受不住整架飛機的重量 直接崩塌 接著飛機的右翼著地 但因為飛機的姿態還在向右滾轉 飛機的右翼直接被折斷 燃油從油箱噴出 直接導致飛機被燒成火球 飛機機身也因為右翼斷開 直接翻了180度 赤辣腳機場 25座跑道上 瞬間成了一片火海 機組成功解開安全帶脫困後 去客艙幫忙乘客逃離這具火棺材 不幸中的大慶時 當時的大雨稍微緩和大火 也幸虧塔台人員在飛機還在著陸階段 就按下緊急按鈕 消防員在一分鐘內抵達現場 兩分鐘內控制火勢 五分鐘內撲滅 並趕到機艙內救人 全機315人 僅3人遇難 這三人中其中一位 懷疑是因為衛警扣安全帶 而在飛機翻覆時被拋飛 另外兩位則分別是因為嚴重燒傷 在醫院離世 和吸入義務窒息而死 其他乘客則各有輕重傷不等的傷勢 多為扭傷、撞傷和燒傷 事故發生後 香港民航處著手調查 機組在接受調查時 互相將錯推給對方 比如副駕駛說在飛機速度太低 他喊Speed時 機長沒有反應 於是他去推了油門 但機長則說他有去推油門 而在簡報降落時 機長原本要一起簡報二五左跑道 但因為副駕駛很確定說 要降落二五右跑道而作罷 隨後才發現二五右跑道是不可用的 在簡報的這段期間 機組一直被無線電干擾 他們彼此也互相出現 不理解對方意思的情況 調查形容說 這種簡報簡直就像是在附送而已 調查總結到 機長未能阻止高下降率 沒有成功帶飄 是造成重著陸 並導致機身翻轉的原因 機長應該提早帶飄 即使不提早帶飄 按照MD-11的操作手冊 當時機長應該加大推力的 而機長從頭到尾 都只是讓自動油門在控制 自動油門因為是城市設計的關係 本來就會在50英尺以下 把油門帶到慢車位置 調查也指出 風向改變 讓飛機遇上了逆風 加上自動油門降到慢車狀態 讓飛機瞬間失去了20節的速度 這可能也是這起事故的因素之一 調查也給出了一些建議 例如請華航加強訓練機組的分工 與溝通能力 完善下降簡報等 時間來到2003年 南華早報一篇名為 我只是個帶罪羔羊 吃憋的飛行員 一文中 機長主張 他在還沒看過調查報告的情況下 調查單位就擅自發布了 而且他也不同意調查組的觀點 他認為他的進場在著陸的1.5秒前 都是對的 而且是到最後才出現了 側風雨亂流 讓飛機的姿態不穩定 也說MD-11賣不好 是因為飛機在操控上有明顯問題 任何飛過MD-11的飛行員 都會說飛機很難操控 只是沒有人願意跟波音和賣道作對 由於我不是什麼機師 在這方面我無從得知真假 但是我上網搜集了一些資料後 確實有看到許多飛行員表示 在帶飄的時候有困難 有點無法脫離先前的高下降率 為此 NTSB還特別建議波音去修改 MD-11的一些手冊等等 時至今日 這場事故還是有許多爭議 香港媒體開始質疑新機場的安全性 機場與調查方觀點不一致 MD-11的操控 華航的飛行紀錄又被打上了大大的問號 以及 罵避難者家屬的悲歌 喜歡這個優質的創作者 就趕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發現其他更具報復潛力的影片嗎 趕快投稿給達人秀吧 點擊下方 觀看更多有趣內容